這次就帶大家來到布吉海邊的沙灘 來看這個日落 再加上食晚餐 我告訴大家有重頭戲就是玩火表演 玩玩玩吧 不要叫我出去玩 嚇到我死了 大家快點來看這個玩火表演有多精彩 大家選走日落的時候來到這間餐廳 霸定位就差不多了 我們今晚的晚餐就在這間餐廳吃 這間餐廳就位於Kewa Beach 這間餐廳的特點就是位於沙灘旁邊 原來坐沙灘最外面的位置要花5000泰銖 基本上你吃個晚飯都應該夠數 再坐裡面的一行就是3000泰銖 這間餐廳的名字就是這個 我都不用等 大家自己來吧 看看火眼表演是不是真的這麼精彩 好 現在進去看看是怎樣的 今天就來到沙灘海邊吃天辣 哇 這裡就可以看日落 然後呢 這間還有一個玩火的表演看的 這間吃東西的餐廳 這間餐廳就會有酒人的 在未天黑之前 大家都可以坐在這裡喝東西 吹一下水是挺捨義的 這才是度假的節奏來的嘛 可以在這裡一邊聽歌一邊看日落 重塘氣就開始了 大家慢慢欣賞啦 哇 哇 飛過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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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哦 飛過龍 我和對遊在九州 搞笑 這次是個街上的 這次是美酒 我有點餐廳 是美酒 就錢了 就是美酒 在以前的影片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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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跟大家說比完之後 竟然發生了一樣東西 蛤 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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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他表演完這個補課之後 就會找個箱子給你 打賞 剛剛我們打賞100拍 然後他叫我出去 我覺得是超驚嚇 我的朋友就說 後面有個帥哥 我心想 我有點怕他 會不會用 我的樣子 他帥不帥 不要 這個東西都是說 不用搭 400 400 原來呢 剛剛7點的火鬚完了 9點還有一個更好看的火鬚 嘩 划 一個假設可以看兩場火鬚 看看一會兒是否精彩 他先 不過我想說 在沙灘旁邊吃這個晚飯 是完全是吃沙的 所以要極速吃掉的東西 但是還在沙灘旁邊喝東西 那杯飲料是加上沙 變成這個蘋果沙冰 真是有真沙的沙冰 困角油上下就表演了 人家說過他冒絕量球 好 接下來第二場精彩的火鬚開始 就嘛 再穿了 這就是 你穿著火闖 吃到火燒 只有他 喔 製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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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